宝贝女儿 你堂堂牵扯守护牵丁 不是找个门当固兑的 也不至于找个读书 你让你功德让他难结婚呢 爸 我装成没钱没事的某重天小妹 陪在你身边三年 他都没有嫌弃过我 现在他研究生毕业了 有能力给我幸福 你别担心了 他有剃的别人 也有皮肢上 你思想让张总监 把他搞定了 金钱集团精力的后悔 反正你的婚事我不足以 我瞒了他三年 是该给他点补偿吧 还有结婚的事 反正护客不是在我身上 反正也没用啊 哎 他这周东 话好说 不然我只能让周远将你回来了 喂 你说什么 我听不见啊 听不见 拜拜 云凯跟那些富家子弟不一样 对不对 为了不让他自贵 我领导正在困难 真是什么 大小姐 老爷命令我们带你回去 这么快 本来老徒是挺了心要做出啊 那 你怎么来了 老爷 快追啊 大小姐 跑啊小姐 别跑啊 大小姐 别跑啊 小姐你别跑啊 哎呀我的故事啊 您难道忘了吗 您今天要再结不了婚 哎 还不老爷的女主 故事家里可就让人 上鹰屋子手里了 都能不着急吗 故事是我母亲的心情 我不能让上了鹰屋 就是 小上了鹰 这个小三害死我人 你也不至于联络之子 你去准备好资料 去明镜去的 我怎么还能随便起来 还要一下 还要一下 还要不是 还要 还要 好 人呐 鹰鹰 站住他抓我 你这这边 哎呦 谢谢你救了我 不客气 下次别再狗叫我见当场 真对不起 我今天是要和未婚 不去領證的 想給他一個驚喜 所以才 妹妹快到線 雲凱 他不是在下班嗎 雲凱 他是誰 雲凱 他是誰 神奇兵啊 星儀 你怎麼在這 我辛辛苦苦告訴你讀書 你卻轉頭勾搭上了別的人 還說要跟我進去 你是想一腳踏兩沉 你就是那個道鐵女 還一腳踏兩沉 就你也配跟我想起並論 既然你看見了 那我也不怕告訴你 沈星儀 這三年來我真的受夠了你身上的錯 我真的一看到你就想吐你知道你知道嗎 林凱已經拿到了沈海其同心理的歐法 像你這樣的下 給他提鞋都不配 還往想嫁給他 啊 那我跟他 那個offer 那個offer是我托人找的關係 你能別高興的太早了 好你個沈星儀 王我以前還覺得你淳朴善良 沒想到你現在為了攀上我這是什麼話都敢說 我的offer 可是人家珊珊讓他叔叔給我安排了 乖 屁事兒 我叔叔可是沈海集團的股東 讓雲凱進集團一輪 過幾天 和麗莎十幾億的大單子 你會交給雲凱去談 而我 是他的女伴 屈屈一顆股東能有那麼大的缺乏 這種怕你騙他 不想服務 你那麼首富 你憑什麼說別人 就憑我是京城的首富 沈海集團的大小姐 就憑我是京城的首富 沈海集團的大小姐 這三年來我是為了怕你自卑 所以才引完了沈 但是你能拿到沈海集團的麻煩 還有歷史上的合作 這全都是我暗中讓人安排的 你一個樣畜生的 居然敢冒出首富千金 我看你是被雲凱拋現 腦子不清醒了吧 別編了 我們駐地湖是一個世界的 我愛 只有誰 劉雲凱 這三年裡你從來沒有愛過我誰 既然你死成爛打 那我今天就讓你死了這條心 沈沈 你願意下給我嗎 我願意 劉雲看 劉雲看你混蛋 劉雲看 劉雲看 劉雲看你 嚇得這種身份下去了 根本就不配修憲的故事局在那雙場 能敢出去 我沒看 你敢動 拜託我跟你拼命 沈欣怡 還說胡話 像你這樣身份下跡 永遠只會被我踩在前面 沒人救你 更沒人敢娶你 誰說他沒人娶 誰說他沒人娶 你 你是什麼人 難道是沈欣怡的騙子 犯事 咱們跟我們顧總說話的 顧總 難道那是顧家的小兒子 顧是極端的接班人 顧是極端是深海界的最大的高 親啊 啊 顧總 我是被這個女人驚怒了才冒犯了你 您千萬別見怪 叫顧 顧總 這個女人出生你以為還蠻弱的 您當真要娶 我不娶她 難道娶你一個 花族別人感情的小蛋嗎 欣怡 從我第一次看到你之後 就對你一見忠情了 你願意嫁給我 可以答應 我腿都不會怕我 我 哦 劉雲凱 你看清楚 今天我就讓你知道 是你陪不上我 嗯 走 你正去 等一下 以後這商場 他們二人與狗子 顧總 顧總 我不要啊顧總 要讓我們顧總不是一個代理總裁 也不理你們人怎麼起的 什麼 代理總裁 我 這這個公司 是你 不是我這家公司的小少爺 而是這公司從的大兒子 是關我嗎 爹媽早死沒有康舍的器人 你还敢帮我省心因为你贱人 我迟到你们车回回来 按照我们刚才说的七月一年 每个月给你两万 但你要配合估计任期 你帮了我还给我钱 这不太合适吧 我们现在已经是估计了 虽然只是合约 但我不会委屈你 既然我们结婚了 那我和贝贝 是不是可以根据你猜住啊啊 老童那边往里先躲躲 万一让他知道我们的账啊 跟陆生人赏昏 肯定饶不了我 不 你过来也行 但是他绝对不可 我被狗混 OK 看来他真的嫁给了那个软饭男 老爷息怒啊 大小姐他就是一时糊涂啊 你大不中流 派人到集团 给我盯紧这个刘云凯 您的意思是 尽量给他工作上的便利 先都成夫妻了 他过得好 我的宝贝女儿才能过得好啊 是 等等 帮刘云凯拿下立场的合作 保他坐上子公司总经理的位置 但是今年的竞标会 故事也会参加 听说他们的总裁顾千询 实在记得 不管是谁 找他踢出局 这不是放言的造型店吗 不是要去顾总家里吗 怎么来这 啊 夫人 今晚顾总临时决定带您回老财 顾家宴 所以啊 先给牛汉后请一下 来这的人非复其贵 钱吗 这个我跟你说 我强强跟你说啊 我们杜总是定要集团的总裁 才是杜总共接近 清除首席之位的商界性质 我不要能做了杜总 但以他的事 怎么可能会在故事中去 这男人 无法理解 而且啊我跟你说 就连金天天的 智界顶级的造型服 名副时尚大远金奖的 碰爷老婆 爷的给我们顾总面子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吐了 我调查过了 我知道你在顾家不容易 我可以让我爸跟你合作 多给你几个项目 不过 是呢 你还是不要白日做梦 这我熟啊 凤岩是我的专属造型师 专属造型师 难道您就是传说中的首付千金 没错 这还有我专属的VVVVVIP造型师的 这我熟啊 大小姐 行了别说大话 我呢 不是一个在意身份的人 你再说 我们跟你上去吧啊 哟大小姐 什么风把您吹来了 什么大小姐 这是我故事 不不不 快快快 我就是首付家的大小姐 什么情况 大小姐那个装扮 那个眼神 莫非是 我懂了 是让我保密 孙岩老师 呃您叫我们夫人大小姐 是首付家那个大小姐吗 对啊 我就是 不好意思 顾夫人天生励志 和我一位朋友啊 长得很像 刚才呀 受认错了 不过顾总您放心 待会儿 我一定让夫人缓然一新 说好的磨气呢 明明的 我一定听你们好 你先跟孙岩老师上去 我还有个会 玩家乖接你 你们去忙吧 不用管我 走走走赶紧走 走走走走走走 哎呀 哎大小姐 我有些急事要处理 您先去你的VVVIP室 珠宝啊 我都已经放进新的保险 鬼里面了 那好 那我先挑离子看看首饰 然后等你 好 喂喂 你不叫花子啊 我哪走呢 对 就是你 赶紧出去 我们大小姐一块就要来了 不要脏了我们大小姐的眼 我就是大小姐啊 全身上下 加起来都不超过一百块 这一块 闻着一股子土味 根本不像有钱人 那有钱是什么样的 像 他那样 我叔叔可是沈海街堂的股东 而是他的女块 人身上下 都是名牌限量版 他才是我的大小姐 真是冤家路窄 别以为你嫁了个便宜老公 就敢来奉言工作室了 顾千寻有名无实 顾氏也绝不会给 趁早死了你潘高枝的心吧 我来这里跟任何人都没有关系 这里放着我的私人礼服 爱来就来你管不着 还私人礼服 沈欣怡 你吹牛还真是不打草稿啊 顾千寻 你也许一个月的工资 也就勉强让你做一次普通造型吧 那你呢 我又不靠男人 刘云凯能有几个钱 让你来这里想 云凯离了你之后平步青云 别忘了 过几天 我还要陪她去参加栗尚集团的竞标会 等拿下这次合作 她就能成为沈海集团子公司的总经理了 怎么回事 我不是让张总经取消掉我了 后悔了吧 后悔也来不及了 只要不是瞎子 就都会选我 而不是你 欢迎大小姐历临本地 很好 我会让老板占你公司的 你看清楚了 我才是你要招待的大小姐 也不看看自己那副穷酸样 把你卖了 都抵不上大小姐这件衣服的领头 还敢来这碰瓷了 那还不要人把她赶出去 这种人站在这里 我觉得空气啊都被污染了 是是 大小姐能放心 这就叫保安 来人 乖 慢着 莫言说了 她把我的珠宝都放进了新的保 要想知道谁才是真正大小姐 她是谁 她是真正大小姐 她是真正大小姐 你敢提出这种要求 我看你是不知道死都怎么写 幸好我提前过表姐那 记下了好想过的密码 少废话 只要你能打开保险 我就认可你是真正大小姐 那今天我就让你开开眼 这是密码的地方呢 你在找什么 这还要问 当然是找密码的按键 笑什么笑 香巴朗 瞅你那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恐怕 你这辈子都不可能接触到 平行贵这么高级的东西吧 大小姐 上星期我们刚换了新保险贵 只支持指纹解锁 我当然知道 只不过我最近太忙 我忘了 也对 大小姐您日理万斤 这点小事不记得很正常 那你倒是开啊 别告诉我 你忘了自己录的是哪根手指 我的事还录得到你来管 这录入的又不是我的 怎么可能开的呢 大小姐 既然这穷鬼不肯作罢 那我们赶紧把保险都开了 让他死心 大小姐您先请 您的输入有误请重新输入 四穷鬼有什么好嘚瑟的 大小姐不过是放错手指而已 没关系 没关系 没有水手 慢慢水 您的输入有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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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有八字 真是该死 您的输入有误 最后一次 大小姐做事也是你能推的吗 大小姐 你赶紧把保险给开了 好好拿混蛋 哇 我想起来了 集团那边还等着我开会吗 我先走了改日再来 我不下去了 想走 我们到分别是省复金金 来都来了 那今天我就 这个什么人 系统故障无法开锁 怎么会这样 好啊沈心怡 你不仅冒充我 还耍了我半天 我看你是不是下火了 实相的自己管 你要逼我们动错 系统故障开不了锁 不代表我不是真的大小姐 更不代表你是 你软不离 你软不离 太好了 表姐来了 发生什么事 张主管 这个穷鬼冒充大小姐 还要开保险柜 我看 他就是来偷东西的 你都看清楚了 明明他才是冒充的那个 我能证明 他就是手足千斤 什么 你都是一伙是吧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小姐 来人松炕 还有你 等一下你别对我什么 啊猫啊狗 我当时倒进来 沈心怡 假的就是假 永远也成不了真 我才是大小姐 在这里我想怎样 就怎样 凤阳快去过来找 他找不了你们的 我们老板的大名也是你这种蝼蚁能够指挥的 你给我把他嘴堵上 念得他在这给我胡说八道 放开 这可是你自己说 怪我 我看 老板 谁给你们的狗胆敢对大小姐下手 什么 他真的大小姐 他 是难道你是啊蠢货 可是 张书官明明说他才是大小姐 老板老板对不起 是我有眼无珠 我我冒犯了大小姐 我该死 我该死 死倒是不必 好啊 把他们两个赶出工作室 放出消息以后每个造型店敢让他们 就是给我奉言 过不去 放开我老板你听我解释 你这样你给我解释我出来了 我出来了 我出来了大小姐 老板 你想怎么样 你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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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帽充首付千金进入微微微 VIP时 而摔碎了路易斯皇室送回来 价值500万块 花瓶 不知道 这是怎么犯罪啊 一个PCC5块钱的花瓶 出这500万 大小姐不愧是首付千金 真会做买卖 哎呀 开了伟小姐下半辈子你的监狱里度过喽 哈哈 不行 我不能做了 求求你们放过我 大小姐 求你饶了我吧 算了 那我就大发慈悲 让凤云人在工作室给你找个活 抵赛喽 好好 我老板说什么我都愿意干 好啊 带走 让他当喜托小妹抵赛 大小姐 我们开始做造型吧 凤老板的铁亭真是屏幕虚传啊 这造型之后 看过两人 是啊 也有女的太多 不可以 我们这两个人也没摆成了 我们 我们 哇你怎么好漂亮啊 哇 好漂亮呀呀 对 他被卷发呀就更完美了 老板夫人顾总回来了 我去找 沈锡仪你究竟哪里比得上我 不就是会投胎吗 我 喂民侃 沈锡一件真的是首付千金 我打算到五百万的花瓶 现在被押在凤岩店里当喜团媒体战 什么首付千金 你别听他吹 凤岩是他的老朋友 他经常去店里赚的 你说的那个花瓶 八成是他在平息系上花五块钱买的 送给凤岩的开业礼物 还摔碎了路易斯皇室送过来 价值五百万的白云花瓶 沈锡仪 你这个耍我 我一定要让你付出代价 哎 那个新来的 钥匙拿过来没有啊 来了 这么大人魂 能不能说 他是不是出现了吗 这位先生 我住于你很久了 不知道可否 赏脸共进晚餐呀 抱歉啊 我已经结婚了 除了我夫人之外 我不会跟其他女人约会 没想到我这闪会的老公还挺有原则 确定不要和我约会吗 顾先生 就是 顾夫人到时间能考班了 嗯好 我还有一会儿 你要是无聊的话 就在休息室等我 好 顾夫人已经好了 帮你猜一下 好 顾夫人 你 你的头发 呀 这就是我们副老板的视频啊 头发都烧焦了 哈哈哈 还敢号称 首不仅仅应用造型师 就是水货 不要费钱 我要发的视频 告诉大家 这是个黑店 哎 哈哈哈 哈哈哈 我人是开黑店的 住手 你开了 顾总 不问你怎么藏 你夫人终究是个上不了台面的头小鸭 那也给你这个小三次 我告诉 在我眼里 我夫人是这个世界的最美丽 这么帅哥 都烧成这个样子了 您就别说土耳其话了吧 成为伟山山起头小妹儿 你怕是对顶级造星期的能力 有什么误解 这种误解 这种小问题啊 我分分钟搞定 顾夫人您放心 我一定美得让您亮下某些人的狗眼 我拭目以待 去查了现金工 这件事情肯定有蹊跷 好的夫人 您看看吧 你好 并 你 我 我 你 沈欣怡你这个冒牌货你别装了 你凭什么时候说 秉凯都已经告诉我了 你这样子和凤岩是好友 就冒充首付千金 还拿个破花瓶想额我的钱 大家看 这个是他买花瓶付款记录 价值五块钱 试问有哪家首付千金 会买这种地毯货送人啊 得又在这糊弄 那我还真是运气是让我发钱的花瓶 你发电机被骗了 剑给冒出手不千金 真是不知 你要是现在向我磕头认错 我可以不把这件事情上报的神秘 否则 你就等着被逐出清晨吧 你什么神 让我夫人给你下 顾千玺 我叫你一声顾总是我有教养 他能给我磕头 那是他上辈子修来的福气 你一个干尽方式的房单 妈 觉得比人高人一等 你少污蔑我 皇上 给他看看 天哪 这个人 这个人 看着我的电影容不下你了 来人把他扔出去 你敢马上就拿出另一生时机的大男子 要是让他知道你们这么对我 他不会保护你们的 刘云凯的单子是我自己 我既然有本事给出去 就有本事收回来 带走 我散了 老实的 不然在青城 没人保护什么 既然要开始了 跟你走吧 小林不把狗带出来 是我 就算我是你后吗 但是作为顾家的女主人 我绝不准这种不善不适的女人进我顾家的门 如果我偏要把她带进去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来人上钩 别过 顾先生 你没事吧 小可爱 人姐姐爱拍你玩 好啦别怕我保护你啊 谁说我害怕 我我过敏 嗯 知道知道 去找她 混战更适 关注故乡 我 你为了继承家业 你找了一个身份低贱的女人上婚 这么坚信 我不同意 马上离婚 欣宜已经是我的妻子 我们绝不会分开 更不允许 有人针对你 我和顾千玄承事了两天 你就这么待我 冲你这个表现 我决定帮你吧 你们再敢为难欣宜的话 就是跟我作对 其实 你们顾家的实力也不会如此 还敢消化我 你一个思考畜生的 也陪你我顾家偏偷论斗 有什么资格 这些 就是送给顾老夫人的礼物吧 怎么 你也想要 也难怪 这是你一辈子 都这么大的东西 你要是离开顾家 我心里能赏你一件 哈哈哈哈 一堆垃圾 还敢拿出来丢人信 你你竟敢找我们说的 我你知道这一件多少钱吗 一件 你都算少 不然说得太少 我还不好出账呢 哎呀 把他给我拉下 我可吃个洞子 够老夫人的 这是谁干的好事啊 妈 就是千雄带回来的这个女人 好你个黄毛丫头 敢在我眼皮底下闹吃啊 来人 把他给我按住 怪的是啥子 人呐 这件事情不怪你 他也是替我出头 你要罚 就罚我 罚什么罚 这些东西不值钱 你一个养臭生的 这个时候我们说的女物不值钱 这堆垃圾 加起来也不够五百万 我们顾家就算再怎么穷 也不至于拿这些 便宜货 来孝敬老子吧 你真以为你是逃不欠亲的 你呢 你又拿了什么 我随随便便拿出一件东西 也比这堆东西 要强下百倍千倍 那你就拿来我们见识一下呀 意大利和赛女王的祖母律王冠 还有三分钟就到了 什么 拍出天价两亿美元的 意大利皇冠 去不干国际舍 有谁都拍下什么 他怎么可能会有 就是 这几个老东西 眼睛不大了 你拿冰箱上东西 可混得不过去了 我没骗你 那王冠真是我爸所 还有两分钟 要是没穿到王冠 你就等着舍娘他对吧 看我看 他就是服务我们 可以让他跪一下 人呢 是不是我老财婆说话 不走用了 我可谁敢动 我问到了 是真是假 你看电子 老夫人好 这是送给您的 马力合赛皇冠 祝您 最最长青 年年康宁 哇塞 和新闻上一路一样的 合赛皇冠啊 这个月 就算不是手过千斤 也是并紧接着的 对吧 怎么办 你能走啊 尽管其名 他这个全国之王 啊 嗯 奶奶 我跟馨姨已经结婚 既然大家都不反对的话 那就请奶奶做出 旅行爷爷的冰准 将顾家家业 调给他 慢着 顾家家业传不得 妈 千寻能力善情 若不是传给他 毫无牵手 那么我作为股东 我可不能保证将来集团 还信不信顾了 奶奶 既然千寻不能服众 那就给他证明了机会 地上金标会 被视为国际时尚的风尚标 各大集团强迫了头 要是顾氏能够中标 那就业务不愁 在时尚界一夜而红 千寻 你要是能够拿向这个合作 就要你继承家业 看来这顾千寻 在顾家过得比我想象中的艰难 就凭他要胜过神海集团 拿下令上的订单 恐怕不容易 怎么样了 那个 上完英协谱奶奶 如果他把顾家家交给我的话 我就把 所里所有的部分 都收收出去 这样 谁都没好处 居然使这种营仗 那你接下来 他怎么办 看来 李帝要记得的名义 秘密收购故事部分的事情要抓紧 而且还不能让顾家知道我就是第二个 首先 要赢得跟立上的合作 这事你放心 包在我身上 又来了 我跟你说 大狗你怕 这么讲的小可爱你也怕 我看你过敏是假 怕我来什么 谁说我怕 我就是刚才被吓了一条 大狗也没关系 我可以保护你 谁要一个女人保护我 想不到这顾千旬又这么开心 立上的合作就让我来帮你吧 陈强 这次立上金标会的项目 你一定要给我老公啊 没问题大小姐 沈总颖交代过了 我已经安排好了 难道老头知道我嫁给郭千询了 我得找周云温青 周云 你到立上金标会的现场来找我 大小姐大小姐 哎呀 大小姐 您这下去参加 立上的金标会吗 能不能再上我一起吗 好啊 兼许晚点会过去 自己开车 再到我的车了 大小姐的车 不是新年版的兵力 就是罗斯老意思 做他的车去 不然有面子好啊 兼养代替购买 将生命不再流浪 下车吧 我 走啊 兼养代替购买 将生命不再流浪 到了 嗯 哎 新厨师参会证 我没有 我这算了 哎 没有参会证那你赶紧走 今天 金标会可是有大人为要来 你们这种开畜生车的穷鬼 你只外野 哎 赶紧走 你知道他谁吗 竟敢对他不敬 不管是谁 没有参会证 一律不准入类 他就是你们集团 今天起来的大人 金城首付的千金 首付的千金 他要是首付的千金啊 我就说他爹 我就是他爹 散诞灯 你敢吃也不去冒犯我爹 信不信我啊 我才开了你 这不是我们讲真 原来他真是 蠢货 一個名字而已 誰不會打聽 趕緊給我滾 不然別壞我不客氣 這是要對誰不客氣啊 這是要對誰不客氣 呦這不是冒牌千金嗎 今天是來看你老公怎麼一敗塗地的吧 哎牛經理 哎 你瞧我這德行 來馬上就要改口叫劉總了 來來來 你別請 不好意思啊 我今天 換個茶匪正海 哎 你們哪需要這個玩意啊 為什麼他們不需要參謂贈 我們需要 劉畢劉總 蘇桑農交代下來要我們接到好的貴賓 哪像你們這兩個崇尚玩意啊 就是他 上次的造型店 說是他的神奇這個賤人連手坑我啊 那你呀是不長氣息 居然敢罵大小姐 鳳妍你敢欺負我的女兒 我給你點面子叫你一聲大師 真以為自己很了不起是嗎 那你啊 你不就是一個集團的小小經理 能夠向低評論嗎 你真以為我今天只是來參加金標的嗎 錯 當我拿下了立上的項目 我不僅僅是 我還能加入低谷的經驗會 欠到 我就是低谷的總裁 我覺得 我已經沒有資格教訓了 低谷的總裁 就是那個連續三年登上福福斯 曹布排行榜前50名 連神首富都認可的接班人 劉畢桃 你這麼有信心 請問你 當然了 深海結婚要打敗一個小小故事 破壞 誰打敗誰不一定的 你哎雲凱 別跟他們廢話了 我們快進去吧 哎哎劉經理來來來 裡面去 裡面去這裡交給我們處理就好了 既然你們不走是吧 那就別怪我們不客氣了 來給我打 住手 給我打 住手 住手 文總 這個女人冒充首富賤金 混進印表會 竟然對大小姐動粗 你們嫌命長嗎 什麼 他真的是守護中間 那他為什麼開這種坡子啊 大小姐動粗 我出了我出了 你們被開除了 趕緊滾 大姐姐都是我教導無方 讓您受驚了 他們會要開始了 走吧 大小姐我先去處理一下工作 嗯 大小姐 不是我說 今年你們神海集團 這作品一言難盡啊 哎呀 沒想到啊 還是讓你給混進來了 怎麼 你一個養畜生的 你要學人家 極樂時尚設計了 垃圾做的東西 我看一眼都閃眼睛 你這個渾身窮摔的土包子 你懂個屁啊你 是 我就算再不懂時尚 也比你們這一群蠢不好 自以為自己很懂事 結果做出來的東西 果然 不止什麼味啊 你閉嘴 我閉嘴 我閉嘴 你閉嘴 你來了 沒事吧 放心 他們可能都是欺負我 劉優經理這麼生氣 是不是被我夫人說中了 腦羞成怒了 明明是這個賤人嘴臭 在這裡胡說八道 顧千尋 管好你這個夫人 別讓他出來丟人現隱了 我聽的 是你在亂費 你 哈哈 哈哈 Sorry 我去那邊看看 對不起 我來吧 讓你收我一句 笑死我了 沈欣怡一個整人以 素身打交道的下界女人 也就只有你看得上他了 而且 還是我呢 多虧你有眼無睹 我才能取到 這麼好的你 你 我警告你 你們再改上海星期的一位 我保證 讓你的心情消失 林凱 你聽到了嗎 顧家那個不受主的廢物 居然要讓我們消失 好怕怕呀 老人怕這大話說慣 不知道的 他以為他是必要寫的 就是 可惜呀 待會 中標名單就要公佈了 你馬上 就能把你 徹底踩在腳下了 這咋是還不一定呢 下面我宣布 是地藥集團 那個全球50強的地藥集團 他們總裁是個商業器材 他神秘得很沒人見過他的這面目 據說拿下這次合作就能加入地藥集團的參議會 見到地藥總裁本人了 這麼說來 仁英凱是走了狗屎運呀 能見上地藥的總裁 這得多大的福氣呀 這個結果我反對 大家有目共睹 神海集團的作品缺乏創新 用料傳統 根本比不上故事集團 憑什麼能在競標會當中勝出 這怎麼和說好不一樣 急了吧 我看你就是嫉妒我拿下了綠上的名字 讓成為總裁員 跟必要的好 重裏 而你 確實依屎 這個廢物 事情還沒到最後 我去你們這麼多想想 否則 會死得很慘 該死的是你們 明明沒有實力 還要打重臉說胖子跟神海集團隊 現在好 丟臉丟到家了 這裡面一定有貓膩 你 你不上 過來 你不上一碗下 你給我老公嗎 你老公 不是劉仁凱嗎 嗯 神頭特意吩咐的照顧的呀 你說什麼 怎麼沈馨怡 非中標結果不服氣 還要找文肚生素啊 什麼什麼沈馨怡 神海集團不是集團永遠的事實 永遠也感激不遠 這不是事實 今天來到競標會的 都是時尚界數一數二的人 想必大家也看到了故事的特别 無論是從配色 面料還是款式上面 都要遠遠的優於選好 在顧總的帶領下 今年故事集團的服裝 確實做得很用心 憑心而論 中標的應該是故事 沒想到在這種壓力下 他還能選擇和我什麼在一起 這樣的競標結果 讓我不得不懷疑 有人在暗箱操作 有失公寓 您胡說 顧總說的有道理 射擊賴成這樣都能中標 不內定就有鬼了 難怪劉仁凱那麼多 那還搞什麼競標啊 就是對中標結果不滿 才在這裡抹黑我 雲凱 別跟他們廢話了 直接轟出去 免得耽誤我們慶功宴 好啊 慢著 既然評審結果有意義 我提議 重新評審 你算什麼東西啊 張口教主要重新評審 就算是要重新評審 那眼睛是我沈海集團 跟地上級都同意才行 我就是沈海集團的大小姐 我同意 重新評審 我同意 重新評審 沈馨儀 你把你是舍不清 你身份是汗死的人 居然還敢去舍不清 大家別被她騙了 這個女人撒謊成性 已經不止一次把我手上想起了 這顧夫人不僅出身低賤 還愛招搖撞騙 這顧總啊真是倒大 說了競標會 還背上了招搖撞騙的名聲 顧家在京城是抬不起頭了 再這樣撒嘴 京城你待不住 如果我承認那大小姐的身份 那就得重新評審 中標的肯定是故事 這還怎麼跟沈總交代呀 算了 我承諾 同鄉 沈馨儀 他連文總都老搭理你了 我要是你呀 就帶緊那廢物老公 夾著一包離開這兒了 省得丟人現眼 大家說是吧 快滾吧 度假丟不起這個人 就是了 趕緊滾吧 別在這裡丟人現眼了 要是得到沈海磚 小心賠償整個部價 聽到了吧沈馨儀 你沒背景 好酸 就算加上他不潛水 你算得見面 鑑定 男人 他們兩個 我都 不行 我不能再修首當官 一定要付出他 住手 誰說他沒有靠山 我 必要是我的靠山 就是他最大的靠山 你知道第2第3組 他是神人嗎 金城商界的神話 對我爸都看好的接派人 你怎麼能夠住他啊 看來 岳父大人 還挺有眼光 你這個顧家的廢物 居然敢說自己是第2集團的總裁 顧千尋 你想刷存在感 一定是接地氣的吧 你這個樣子 估計連第2集團的保安都應提不上吧 哈哈哈哈 別怕 我來給你兜點 我可以證明 他確實是第2集團的總裁 所以他拜見過我爸 哦 對了對了 我差點看 還有你這個大小姐 大家來說說看 這個冒充第2集團的 這個 我自己是不千金 他們倆 我是黑 真沒想到啊 這顧家不出人才 倒出奇葩呢 而且 地主 就是一塊 哈哈哈哈 顧總這贏不了票沒什麼大不了的 明年再來就是了 何必學你富人吹著牛 我對著第2總裁 那整個青城都得玩啊 好啊 我看 咱們誰先玩 這怎麼長我的孩子 我 就把他們倆 送去 你誰敢 我說 誰丟大口氣 動我家大小姐 是的 誰丟大口氣 是我家大小姐 天啊 竟然是周爺 他可實在沈首夫的全球華上聯盟 裡連任了三年的秘書長啊 你跟立正公廟竟然能觸動周爺 立正集團不簡單啊 不愧是第2集團精英會的成員 周爺 怎麼冒出我們大小姐 到底誰是姑爺啊 我跟他一点关系的没有 现在是我的老公 敢在周严面的什么 来人 打断他的狗腿 该打断你的狗腿 周严 周严 你是不是搞错了 明明是个贱的 你来人 这两个不知死活的东西给我丢出去 你不 说开我 我可是今天这公司的总经理 这宋子身内的红车 你也不能这么对我 离了我们家大小 你屁 什么 离了我们家大小姐 你连屁都不是 什么 谁谁是她 她是 大小姐 那我这些天 啊 完了 真坏了呀 我真是在死 是我来迟 请大小姐恕罪 我马上把这两个人赶出清晨 慢着 竞标会涉嫌暗箱操作 我代表沈海集团申请二 文总经理 我们大小姐的话听到了吗 听到了 没问题 大小姐一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本次立场竞标会重新评设 参与竞标的公司需要提交新的设计方案 不得弄虚作家 不得弄虚作家 未提交方案 示威弃权 故事集团方案创新 设计前卫 是本次的众交方 我把这两个蠢东西给我扔出去 等等 你把这些东西当作都是一样的对待 你把这些东西当作是一样的 我把这些东西当作是一样的 不是你叔叔给我找的吗 说实话 我把这些东西当作是一样的 不是你叔叔给我找的吗 说实话 我我叔叔就是神海集团一个开门的 哪能给你油分啊 你敢骗我我杀了你 大小姐 大小姐 是他 是他说你假的手不前进 让我来刁难你 你给我100个胆子我也不敢啊 大小姐饶了我把他毁了吧 但是我告诉你晚了 周云把刘云卡 倒就下去了 跟集团有合作的公司一律 不得再用之地 我要大小姐我跟他没有任何关系 扰了我吧大小姐 你不见我我杀了你 我要搞 无论这要是为了 带走带走 放开我 放开我放开我 滚动死你放开我 我们店长出差了 他 让我们照顾贝贝 一把贝贝放开我了 我得赶紧回去 那个我想起来 我还要加班我先走了啊 哎哎 你不陪我去接贝贝吗 但小鬼 承认你承认你承认你 我这 喝点啤酒 周云帮你 你还会回这个家吗 被刘云凯那个渣男骗了不说 居然还寻人家闪婚 你想气死我呀 都是把你乖我 所以不敢伤死你了 哎呦 我的宝贝女儿啊 我沈正东的女儿 怎么能受这么大的委屈 爸 我都过去了 我已经没事了 我现在 可是火眼金睛 还火眼金睛 那个姓悟的 是一个牧流家族的 还不受宠的 行了 你暴露身份的事 不然周云去把通告了 说你不是神海集团的大小姐 一切只是误会 你为什么呀 爸 难道我真的不是你亲生女儿 哎呀 宝贝女儿啊 我这不是怕你守护千金的名号一挂出去 又来什么张云凯李云凯吗 哼 爸 我知道你对我最好了 我也有什么都听你的 那就跟顾前旬离婚 老爸给你找最佳夫婿 你离婚是不可能的 包办婚姻可要不得 老爸先走了 贝贝还等我呢 哎哎 这个臭丫头说话不算数 还说听我的 第1集团的总裁来这 不会是要跟我做邻居吧 神海集团出误告 澄清沈信仪不是守护千金 幸好此处没追求 不然还得动用第1集团总裁 认识才能顾问 你怎么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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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可是首富的居住区 你在这干嘛 住住我家从小就住这 有什么好奇怪的 哎 欣怡 欣欣 你怎么在这 你也是来这里帮人照顾狗 赚外快的吗 神海集团不是发公共成青的吗 还转 不是 我哎 我不跟你说了 我得赶紧忙完这一单了 你不是说你要加班吗 我我就在这里加班 在这里 上次报了身份 使逼不得已 现在 我还是不能让资料 我这是重要的 后天所乐乐风声 凭选故事股分身过去 您是有客户住在这里吗 郭总 哎 郭总 哎 上次您看的那套别墅 见您还挺满意的 你要不再上去看看 顺便把河头去 河头 什么河头 嗯 难不知你是 他可是我故事的金主 我们今天有个项目要到别录取 是吧 啊对对对 啊 他可是我们故事的金主 我们今天有个项目要到别录取 是吧 啊对对对 顾总说的没错 他们故事 本身为我们给项目呢 没想到顾千循玫的故事 这么进进演演 前脚刚参加完立上已经描述了 后脚就要看人脸最擔心的项目 你放心 故事的项目你随便给 以后啊 我首次大小 叫你们啊 一定一定 哎现在请河总立马给下 我不管我懂我的妈意 先把别人给下 啊那这边请 哎呀那就谢谢你走啊 啊 合同愉快好好干 感谢给 喂喂哎周管家 大小姐什么时候跟地奥集团的总裁 那么熟啊 嗯我知道了 嗯 我知道了 老爷 刚听小区的客户经理说 小姐和地奥集团总裁 关系不止 地奥集团的总裁 哎 宝贝终于开窍了 这可是蓝筹鼓啊 赶紧以我的名义 出版一场拍卖会 邀请地奥集团的总裁来咱家 让他借机和宝贝相亲 是老爷 哎 我刚刚又把你看了一项 他来问我网络码 行啊 你想要什么 像我就是身份嘛 他一般都看不上 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都澄清了你不是舍负亲亲 你还在这儿 算了 谁叫我身份老婆 对着要什么下去 喂 顾总 这选手部今晚要举办 车上拍卖会 特意邀请您前去参加 好像想让您和大舅主相亲 我都已经结婚了 还怎么相亲 知道了 喂 大小姐 老爷今天晚上举办了一场拍卖会 想让你和地奥集团的总裁 请客 不就是相亲吗 还是说的这么个难话 老爷还说了 如果您不去 就让顾家和顾氏集团 永远 什么 你知道沈首付今晚举办的 慈善拍卖会吗 你想去啊 既然我都结婚了 不如大大方方带着我的总盘老婆 去跟第二集团的总裁说清楚 伤臭老头 彻底死了这条鞋子 对 那你这件事在什么 既然 他都这样爱说 那我去拍卖会 给他挑挑礼物 也不错 好啊 5 1 1 1 3 6 2 2 10 10 I mean that I'm going 呦 這不是青城冒牌或 ct 嗎 怎麼還敢來參加今晚首付曲 辦的派賣會啊 這是我爸基本 我為什麼不敢來 沈欣怡 神海集團已經發通告了 說你就是個獎貨 你還敢來這裡 打架呢 你就不怕 發公告 這是為了並免像你這樣的蒼蠅經濟 是我爸為了保護 還死牙屠 告訴你吧 今晚的派賣會 在戶籍海洋之星項鑾上的 而且傳聞 十五千斤 必要做的都 到時候 要看一看 你 看來你上次被揪去那海門 一慘一點記性都不著 還在這裡說風話 我不介意 再收拾你 你知道我現在的靠山是誰 這可對我不是 離了我 還有誰願意給你這種吸血鬼當靠山 我說出來怕嚇死你了 我現在 可是首富先妻身邊的大夫人 柳雲凱 你還是這麼蠢 被女人耍團團轉 臭呀臭 你說什麼 電我動手 我大家就封殺你們兩個 誰封殺誰還不一定呢 誰是大膽 我這人 我這人 這位 就是清城守護天津 叫做神守護天津 沈一 你是沈家的人 那我怎麼沒見過你 還說自己是沈守護的女兒 你算什麼東西 也敢對我指指點點 啊 我知道了 你該不會 是我沈家哪個旁之的俗生女吧 你這麼清楚 難不成 你是那一次沈 不能讓他再吹下去 之前就假冒不少子姐姐 現在還出入了牌子 直海之間不會放過 是這個人嘴尖冒犯我太 我剛才叫你 有什麼事情 衝我來 明明就是他 算了 本小姐今天心情好 就不跟你計較了 我們走 沒想到 神守護的千金 竟然是這跟劉仁凱 這樣的敗類混在一起 還是我們心意一善良 現在這是什麼妖眼見惑 都敢冒出神守護千金了 這就是壞我一生 氣死我 裝得還挺像 還虧你醒一下 你說什麼 啊 我是說啊 別生氣 一會宴會啊 你看到什麼東西 我都給你拍上來 就算是天上的月亮 我都帶下來給你 但是 你有錢嗎 你有錢嗎 我的好大哥 今天出門沒看皇帝 又看到你們兩個掃把心 顧少 這就是你哥哥那個 只喜歡伺候畜生的權貴老婆 果然是什麼鍋 配什麼蓋呀 長大呢 倒是還不錯 就是這氣質 啊 是有股嚇得人的酸臭味 我弄死 我對這種酸臭味的女人沒有興趣 我只是想讓 不高興 哈哈哈 去哪裡來的神經 神經儀我警告你不要亂說話 今晚的財賣會 除了首付千金 另外一位大人物就是顧二少 你要敢抵合我們顧二少 分分鐘讓你見不到明天的太陽 但 難道他就是地牢起看的那個神秘總裁 這種貨色也敢讓我來相親 老頭就不擔心我以後 怕他有機會 放心 郭欽雪 無論你今天晚上想要拍什麼 我都不會讓你得知 歡迎來到神海集團拍賣會現場 請大家入座 拍賣會馬上開始 現在開賣的是宋戴寧子 宋端宗運用的馬子亞稱月別 起拍價為一百萬 兩百萬 你要說兩百萬買個一貨嗎 搞笑 三百萬 做什麼 分開 別攔著我各有 三百五十萬 果然是 摳摳搜搜的家賬 五百萬 五百萬第一次 五百萬第二次 五百萬第三次 成交 恭喜顧萬琴先生 拍得 《動帶月別珍報一見》 顧謙雪 還摘月了 呸 我剛剛 拍到了什麼寶貝啊 是個 夜湖 什麼 顧謙雪你竟敢等我 這第二次的舞台 都比不上顧謙雪 萬別 下面即將開拍的是 今晚最受矚目的拍片 英國伊麗莎白女王的 海洋之星項鍊 其拍價 一千萬元 你想要 我 我不會讓你得逞的 英國伊麗莎白女王的 海洋之星項鍊 其拍價 一千萬元 兩千萬 你瘋了 你咬到兩千萬 顧千尋那狗娘養的 一下子抬到了兩千萬 我還怎麼拍 顧兒少 人家喜歡那個海洋之星 拍下來送給人家好不好 這叫什麼男的 人家看吧 先五百萬 別跟我 你有多少家庭 我也不知道嗎 放心 他有多少錢 我最清楚 他都不過我們 五千萬 五千萬 我難道這個錢沒概念 你以為是 本小姐我有的事情 大不了我都這 天哪 有沒有比五千萬還高的 我才開家啊 五千萬第一次 兩千五百萬已經是我的極限 顧千尋一個幫顧羲打工的 哪來就沒了 這條項鍊不值這麼多錢 我才沒有顧千尋這麼傻 不拍了 五千萬第三次 恭喜顧千尋先生 拍得海洋之星項鍊一件 二千萬哎 慢著 這條海洋之星我看著了 讓給我 凭什麼 凭什麼 凭我是沈家的首富金金 這拍賣會啊 都是我爸批辦的 郭先生 大小姐讓你把海洋之星讓給 他是看得起 要是我什麼讓不讓的 直接就送了 這條項鍊 是我還想送給我老 你想啊 做梦 沈兮怡什么身份 大小姐又是什么身份 一个天一个地 你居然为了一个低贱的女人 得罪我们高贵的大小姐 是不是 石雲凯 我看有病的是你吧 刚走一个伟山神 现在又来一个沈丽一 你就不怕再被解决 众所周知 你才是全清除公认的假 真的首付千金 才不会每天打扮的花枝招展的 到处招风领听 更不会铁着脸 求别人给他明天做主 怎么被我受众了 有本事自己买 小星姨 你怎么办法 我居然敢在正宗面 你吓不动 你是活命 我看活你的是你 你 跟他有些人 你要给我做主 顾总 没想到你和夫人感情最好 真是令人羡慕 请你自衷 首付千金 居然是这种卧槽 看来我得跟沈沈丽说清楚 我和他女儿完整 我老公就想象过敏 离他远一点 就像你旁边的这位 小三说个气 你你闭上这臭嘴 在爱情中不被爱的死 小四不离婚 那是钱没给到位吧 沈丽 给你一千万离开顾情 我跟我老公很恩爱 不好意思 要让你失望了 一千万对他来说的不是小数目 居然能够抵挡着岳望 看来我没有看错 没想到沈小姐 各位首付亲戚 居然下座的用钱拆散 你神气什么 我不过就是看上你这张脸 别给脸不要脸 我这辈子最痛快小三 别以为你是首付亲戚 大小姐 不千寻他敬酒不吃吃法酒 你有何苦抓着他不放呢 也可以 你也不看看自己什么德性 他想让我帮你 莫儿少 你不是说好了娶我的吗 你现在你是开车这个贱人了 人家可是首付千金 你嘴巴给我放开去 我怎么会娶你这个祸心 莱恩 把他给我赶出去 狗管区 你个王八蛋 活蛋 王八蛋 尾珊珊 你也有心情 真是活该 刘云凯 你也别得意的太早 我看你的下场只会更惨 谁让你跟的是一个贾亲戚 快别说了 有真对罪的是贱亲戚 我看你怎么说 我可不是真的 你口口声声说我是贾亲戚 因为我见过真的首付千金 揭穿你 只是不想更多的人被你欺骗 不愧是我顾千寻的老人 虽然穷了点还爱装 但比起所谓的首付千金 正义感 那你给我证明 大小姐 你别听他胡说 我们是记住 我们才一直给失败 他要是 早就说了 何必在这里耽误大家时间 不好意思啊 要让你们两位填膏失望 很简单 在今天这场慈善拍卖会上 大小姐也遵出了自己思想的宝贝 不过捐献人信息 虽然拍卖行有登记 但不会亲一头 如果你能在今天所有的拍品当中 选出大小姐送来的宝贝 那我就承认你是真的首付千金 要是你证明不了 就把海洋之心让给我 既然是送给你的 你想怎么处置都可以 只要你开心就好了 如果你说了 你就在这栋大楼走上三圈 就这 同事脖子上挂着喇叭 循环播放 我沈一 假冒千金 我一臭半年 听着你这个仰畜生 如果你证明不了 就跪下 所以你都不会掉下来 说的一定是你 不愧是首付举办的贩卖会 见证争品都是千万级别 那不威逼 你看那细圈图 橙色和做工都不算是顶级 也不知道是谁冲出来的 怎么和我想象中不一样 这么多宝贝我怎么挑 都看不过来了 马下才知道小姐真的呀 这还不简单 听说大小姐最喜欢珠宝瓷器 往这类挑绝对不会 原来是这样 海洋之心很快就是我的了 珠宝瓷器 这个问题 这样是新的一组 另一条这个 你先请吧 沈欣语 你要是现在货轨冒犯了大条件 就磕头认错 或许大小姐还能放 是谁呀 不作不死 我倒想看看 顾千寻还能不能护得住 谁磕头 还不一定 大小姐都做好几回了 怎么还没选好 不会 真的 我看下 要不直接上喇叭吧 别在这丢人现眼了 不能说 要是让人知道我是假的 还骗了那么多人的钱 死一百回都不够啊 可 这珠宝瓷器也不少 又怎么选 再不选 这拍卖会都要结束了 催什么催 你让这换了大小姐的心情 分分钟晓你好看 这两天 好像我之前跟爸爸首富家的时候 在唐姐房间见过 嗯 肯定没错 我当时还拍了照片 就是她 我选这两个 到你了冒牌活 我选这个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我选这个 哈哈哈哈 陈金一 这幅画 是这里面所有宝贝里面最不知觉的 你居然想她 这真是找死啊 这有什么 像她这种下三滥 眼界也就只能是这样了 陈金一 看来你这位夫人 还真会给你拖后腿呀 都快把首富千金给得罪死了 哈 谁死还不一定呢 陈一 记得提前 就让人把喇叭准备好了 什么 我看你还是直接跪下学狗叫好 反正你也是书 顺心爷 别怪我没给过你机会 你要是现在跪下给我磕头 在线上海洋之心 你这双狗腿 我打到你的狗腿 顾千寻 就凭你能顾得是谁呀 沈心怡她输定了 我劝你还是早日和她划清界限 省得把你自己给卡进去 我还要帮你收拾啊 哈哈哈哈 既然你们这么有信心 我也怕把事情到大 我已经通知了清晨所有问题 但录下后长 全忘记 别得意太早 热死她 只会是你 公布结果吧 让她知道冒充是前进的下场 大小姐捐赠的拍卖品是 细尘图 此画由大小姐亲手所绘 起拍价为500万 就说嘛 这画画风轻鲜 造语直消 只有天赋一品的大小姐 才能画得出来啊 那沈心真是的 反映了她冒充情地守护 在外面作威作福 深爱情她 直接尝误她的 不可能 这不可能 我明明记得之前看到是那两样 怎么会是一招破话呢 你怎么知道啊 这一 愿赌服输 把喇叭挂上的 这不可能 一定要是你说我买了拍卖师 让她故意说错拍品 借此来污蔑我的身份 婚礼一把露出来吧 死了 沈氏拍卖行有规定 凡工作人员不得与外人勾结 不然得按照拍品价值的 一千倍进行提倡 并且永远被行业促盛 你作为沈家大小姐 真正这个 你作为沈家大小姐 真正这个 你真的不是大小姐 我迷下的产业很多 不太过问他买好的事 接不清也是正常的 没错沈心姐 像你这种穷鬼 你怎么可能会了解 有钱人的反对 对 那这幅画 这幅画是我画的 当时还是跟 英国印象派大师罗恩学 还罗恩 这幅画明明是大小姐 十岁的时候 为了应付学校作业 随便画的 也就老头会把他放宝贝音 还觉得他是五百 差不多得了 沈依依没有行动开品 太阳之心的拿不早 我们也没吃亏 赶紧离开 我不 我今天就要拆穿他 免得更多人被他欺骗 沈心仪 你这房边上都不过大脑是吗 十岁话的话 能有这种水平啊 再说了 他拍卖行 能给他标五百万的新拍价 他一个伺候畜生 能有什么见识啊 谁真谁假 大家都看清楚了 我说的句句属实 因为 我就是这幅画的作者 首富千金本言 我就是这幅画的作者 首富千金本言 别怪我没提醒你 前一阵的沈海集团 在城中就是个梦 今天又来这一出 你是不是没什么记性 我看你是想当首富千金小峰了吧 隔三差五就要花一次并 隔三岁 你赶紧带他去脑科看看吧 再晚点就要重度脑瘫了 再晚点就要重度脑瘫了 哈哈哈哈 早就听说顾佳这个少夫人 按摩说首富千金了 你赶紧带他去脑科看看吧 今天一看果真够不要脸的 现在遇上阵子 不下去了 得罪了沈家 这故事 好 既然你们都布置死活 那我就让你死 好 这幅画背后有我的手续 有信的话 拆开看看你就知道了 你怎么这么看 难道他真是我堂子 对 一副瘤酸药 不可能是他 肯定是炸我的 我不能不打四招 你可得想清楚啊 小心你 你开 就换你 大小姐 让他 你这样 撤子闭上嘴 好啊 那就打开看看 好 那我有 开吧 开吧 各位 拍卖行有规定 拍品在未被拍的之前 不得随意打开或触碰 如果大家执意要揭开此话的话 那就请先以五百万元买下 你把这材给我 五百万算什么 我们大小姐有的事情 给我 叫你多嘴 我哪有那么多钱啊 大小姐 这点钱哪能挠翻你了 我 我最喜欢跟你这样聪明的一件事 我又是买了 五百万也就是左手倒右手 还能打理什么意思 值得 我买 沈欣怡 你耳朵是不是不好使啊 是五百万不是五百块 区区五百万而已 算得了什么 不过我今天没有带银行卡 要让人从银行把现金送来 别吹你了 没钱就滚 别拦着小爷我 好大小姐 听见了吗 沈欣怡 你一个穷鬼 就别在这丢一现眼 晚安 等等 谁说 怕没 他是提前去抢银行了吗 因为小小的故事 怎么这么钱 不先学 只怕你这个钱来路不蒙吧 你只不过是一个代理总裁 一个月工资最多三万块钱 怎么可能一个晚上 轻轻松松拿出五千五百万来 那也不用急干净 你 我给你买下这幅画是因为你喜欢 不是因为你想去证明什么 事情就到这吧 不要再去惹罚了 这钱就当是我借你的 但是你相信我 这幅画真的是我画的 还看不看画了 大家都等着呢 他就是心虚了 画背后根本就没有名字 到底还看不看 要不就把海洋之心拿来 趁早滚蛋 谁不敢啊 把他打开 让他们看看谁是认读 你看看 好 那我必须要不让他打开 那我希望你能试试 那么一个男主要 知道他 沈依依現在是你履行賭約的時候 怕你反悔 我已經提前叫人把喇叭送來了 嗯 帶這個喇叭去郵街吧 再胡說什麼 怎麼會有人把名字寫在畫的背上 你分明就是後期家長 這一切都是你自導自演 翻好了坑等著我往你跳 好幾個時間 以前我怎麼沒看出來 你這麼做 現在是為了貌 什麼手機用不出來啊 敢陷害大小姐 怕是留不了女人士吧 來人 把他兩條狗手給我打斷了 誰敢 把他也一起給我做了 終於了 老爺說在外面不能暴露大小姐身份 小姐 你怎麼還沒回去呢 沈老爺都超級了 你剛才叫他小姐 他真的是首富貧金 他 是沈家小姐 果然沒錯 他 還是貨真價實的大小姐 終於 這下你還有什麼好說的 冒牌庫 別廢話 來人 給我把他按到地上磕頭 哦還有把我的海洋之心拿來 小姐 慢慢不 沈依依 剛才你根本就沒有猜對排名 你憑什麼要海洋之心 我是千金大小子 我說是我就是我 小姐 我意思不如是你去 算了 周圓 你這麼維護這個賤人 難不成你跟他有 這下就說的通了 他之所以知道這幅畫和背後的名字 都是你在幫他 你做出這種下作的事情 沈家還留得了你 我什麼身份 他什麼身份 這件事想都不要想 周圓 您說的沒錯 您是各位的天 把他沈欣怡 被人咬我家的地 閉嘴 混賬東西 周圓 你敢打我的人 你就不怕我找人把你的相好做了 你什麼身份不用我提醒你嗎 外亂什麼話 就能被放回去 今天算你走 但我不會放過 我們走 走什麼走不能走 到此為止吧 我沈依依冒充首付千金 我遺臭萬年 沈欣怡你這個賤 說吧 怎麼回事 這沈依依呢 是您三叔在國外的 她是女 這兩年剛結婚 她一直打著你的旗號 到處協交附加工 為了維持她虛假而高貴的首付千金人設 她不斷的看這些公子哥 知道這事 為什麼不告發她 老爺也知道 什麼 您貴為首付千金 自然有很多居心不良的人想要接近你 有沈依依攔下那些爛桃花也不是什麼壞事 所以老爺就縱容她 想忘記了 那要是這沈依依一直調不到金桂雪 岂不是有更多的人會受到她的坑害 對了 第一要的總裁顧案群不是很甜蠻嗎 縮合他們倆在一起 這樣老爺會隨便的意思 大小姐 我今天見過第二集團的總裁了 這是如何呀 感覺還不錯 可以再繼續相處看看 你回去幫我轉告我爸 讓他過兩天在家裡辦一場宴會 我來邀請你去 沒問題 對了 把沈依依也叫上 讓他多認識 誰家 這個方案大家有什麼意思 這不是你該待的位置 滾出去 那 是你 陸建徐 你被開除了 死吧 哈哈哈哈 我跟我說 你有什麼權利開除 就憑我和我媽 公司最大部分 而且他們也不樂意你 繼續留在故事 你的能力 那就有夠共睹 只是集團需要一個有費勁的長才人 二手和首富兄中 得了母親 他又是做總裁 牧師肯定能得到神海集團的支持 如果你是這樣 第二集團總裁量的人物 我們自然願意追隨你 你一個取了嚇人的氣 給不了故事什麼未來 趕快滾吧 滾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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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會有求助我回來的 哎 顧總 那個 剛才神守護秘書來電話了 他說神守護打算過兩天 在家裡舉辦名流宴 想邀請您前去參加 我估計 又想跟您和大小姐創造相處機會了 幫我推了 我跟他 哎顧總 雖然地藥在青城有一些之地吧 但是 咱也得罪不起神守護啊 算了 我帶欣欣一起去 當面跟他說清楚 穿這麼漂亮 是去參加宴會嗎 你怎麼來了一不說一聲 嚇死我了 他怎麼知道我往我家參加宴會 難道我綜合沈一一和郭文群的機會被他發現了 剛好 過兩天我有一個宴會 你陪我一起去 還是被過世人家帶來了 要去宴會找家出路 你放心 我一定會幫你挺見我父親 實踐我到生意了 還給你講一下 他怎麼在這 大哥 舉辦宴會的微博別墅 生完了好多隻狗狗 要是河建群見到了 我就創造相了 我得幫他客戶把我承諾你的身體 隱形 啊 別怕 啊 啊試試試試 啊 這個 你自己在跑步 只不过手里多了一根绳子 去吧 终于成功了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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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妹妹呢 快走 妹妹 妹妹 郭杰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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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贝 来过来 嗯 她怎么跟你这么说了 好笑你住在这里 你说的没错啊 这就是我家 狗都是那种 难道他真的可能 哎 原来他们是自来手了 我差点就信了你 我 啊 这不是被我们故事轰下台的 前任总裁 陆千诚吗 走吧 你今天来这里 你别在这里嘚瑟 他既然是我首富千金的老公 那我一定会对他东山在琴 所以不要让故事 不要你这个小医生 没想到 在我最落魄的时候 只有他愿意为我成事而出 骂谁呢李姐啊 这里是小富家 你不要 富家 不要是可以自己的 我今天就棒了 会起 你呸 我一定会在我爸面前 多给你美严进去 让他帮你夺回故事 走吧 我的大小姐 今天家里准备的都是我还是的 归结局 是 怎么又是这个没见过十年长八老 谁放你进来的 这里是我家 我想进来就进来 沈欣怡 你好大的胆子 竟然敢混进我家来冒充我 大小姐 今天可是您父亲举办的名流宴 来的都是些有头有脸的人 像他这种穷丧货 咱们还是在把人赶走 脏了大家的眼 说得对 来人 给我把这个混吃混喝的香妈老蒸出去 是你在这闹事吧 赶快出去 否则我棍贯无情 你看清楚你眼前站的是谁 别问我先生下套来的知道 今天就是王母娘娘 也给我滚出去 你一个小小的保安如此放肆 这个是你沈家的待客之道 这才过去半天 你又在这天上 大小姐 这个女人她多次冒风 屡叫不敢 今天还敢在你家乱来 让我来好好帮你 教训教训 别手下留情 我要他横着出去 给我往此地打 放 我 我 是你华外的东西 我滚 周元你撒犯五次维护这个贱人 还是我没有坚信 不是想加入河河 你胡说什么 假什么豪门 我就是豪门 可你是假豪门 你 下面进入与爱共舞环节 有请今晚的特邀嘉宾 沈依依小姐零五 看到了吗 上台零五的 只能是我这位亲亲大小姐 而不是你 一个丑挫穷的香达 这两个人最好锁死 下面 有请故事集团 顾万琼先生 与沈依小姐合舞 我说他 没有投不住 新隔上次购买会 还有五百万买了个烟壶 看这种来跳舞 不仅拉丢我的身份 还丢死人 你离我远一点 大小姐 我是真的喜欢你啊 这死变态 不仅拉丢个烟壶 看什么看 走过去 我能跳舞 你看别人干嘛 神经 神经 神经连同中原让我难堪 我会让你好过的 我 我喜歡 大家注意了 這個女人 偷了我的戒指 什麼戒指 你還狡辯 看到了吧 人髒病破 你還有什麼好說的 這女的不要命啊 竟然敢來明六燕偷東西 聽說他有什麼好說的 你還想黃茂青手 這錢已經快出了 我不知道你的戒指 為什麼會在我這裡 但我真的沒有套 我也沒有這必要 沈欣怡 你歡迎我們留言 你就是我眼睛 我可以作證 剛剛欣怡一直跟我在一起 根本不可能有時間偷東西 作證 你跟沈欣怡可能就是一路 你肯定會包他 按我說大小姐 直接報警 一個偷東西 一個作為證 都給他們十年罷了 好了那就報警 我相信我老 絕對不會做出如此我作證 你戒指是我偷藏寫的 不能讓他包電 否則 插到我頭上就麻煩了 等等 如果你現在跪下 給我磕頭道歉 我就放你一碗 這戒指 不是我的嗎 這就是我上一位 那枚卡迪亞下了門戒指 我剛才是報警吧 一位偷東西的不是我 是他 姬姨 這位戒指原本是我的 但之前我找不到了 看來是他偷了 這戒指一定是我唐姐的 怎麼說是他的 肯定是他不想承認 想報告一排陷阱 沈欣怡 你不想承認就算了 還反過來誣陷我 沈欣怡 我要是就立馬給大小姐跪下 客頭道歉 兩個 十幾年 要犯 你說戒指是你的 你有證據嗎 戴在我手上就是我的 需要什麼證據 別和他浪費口舌了 來人 把他給我綁起來 送你橘子 你沒有證據是吧 我有 這個 可是卡蒂亞限量的新魂戒指 全球僅此一美 沒想到全球獨一美的新魂戒指 竟然在這裡看到了 這女人有這次購買記錄 難道爭取她的 是大小姐購她的戒指 大家憑現在的鬼話 他以前 就用五塊錢的花 額過五百萬 像他這種人 鬼造一張購買記錄截圖 是很簡單的 就是 沈欣怡啊 你這張圖片就是糊弄大家 太固分了 居然敢騙我們 把他扔出去 留他在這 就跟無辱的流言 心中的事 真的假的 你其實真的是我呢 現在我不僅要把記錄拿回來 還有人偷偷記錄 怎麼樣沈欣怡 你是去自身 還是我押你去 慢著 我還有別的證據可以證明 這戒指是我 這裡是卡蒂亞式封客戶專線 尊貴的大小姐 您好 你於2021年1月10戶日 在我品牌購買了 新魂限量版增件 全球給你獨有 天啊 他居然打得過全球頂身 珠寶品牌卡蒂亞的VIP專線 他居然是什麼人啊 聽說這麼戒指 一千萬起步 剛才電話裡說 真套為大小姐 難道他才是說不假的大小姐 如果他真的是說不見見 那眼睛這位不就是冒外貨 還在當真心偷自己的東西 不可能 那沈欣怡就是一個臭羊狗的 怎麼可能會是卡蒂亞VIP客戶 沈欣怡 你為了偷我的戒指 不僅偽造街頭 竟然還找人冒充卡蒂亞的客服 我還以為多大的能耐 原來還是在造假呀 這太明顯了一下就看出來 誰是誰在打過你就知道了 好啊 既然你們都是我自己的 那就請大小姐 親自為我撥打一下貨真駕駛的卡蒂亞 這是個辦法 如果真的是他的 他一定能打通電話 誰不敢打 誰就是那偷戒指的賊 大叔叔趕緊打吧 誰就是 徹底閉上嘴 閉嘴 什麼 不敢打 是因為這戒指根本不是你的呢 還是 你也不生死了 為什麼 沈依依 沈依依 不管這兩個其中哪一個 我勸你還是趕緊生死的 不然待會兒警察來了 兩罪病發 你可能會更巧 戒指畢竟不受你 又是再緊張下去 搞不好你的身體也不穿到 今天就當本小姐做死殺 這枚戒指送你 所以你是承認這枚戒指不是你做的 戒指已經給你了 還在這嘟嘟逼人 你要是再弄死 還是得進去 不行 我得趕緊離開這裡 要是真把警察叫我 抓的肯定是我 這枚戒指不是我的 我看錯了 這枚戒指真不是他的 竟然在這裡賊喊捉賊 守護千金就這種貨色 這種德行 是不是守護千金還不一定呢 看來還是得離這個所有大學前面的 神的日益生死 快走 怎麼樣我厲害了 戒指拿回來了 下次別這樣了總會吃虧的 我怕他幹嘛 我鬧怕他 沒有了 沈欣怡多年的苦心經營 差點被你毀得一無所有 大學姐 去 給我找幾個混混來 我要讓他 順利 你 心理好不沒才拿回來了 不可能說丟丟丟 難道出事了 我得趕緊走路 什麼女人 你說你得罪誰不好 偏偏要得罪首付千金 今天大小姐發話了 讓我找幾個小混混 好好陪你玩 再拍幾張照片 發到網上 你就此求多福吧 我是不是跟你說過 再敢看心理的 你是不是讓你死 看 不想說 你算什麼東西 這一切都是大小姐知識的 你又不是找他做這種事 好啊 是我沒法 還人 好啊 好啊 把他雙腿給我背 如初請說 是是 你敢 顧千玄 你敢要救我 大家也不會放過你的 去把神醫叫 告訴我 我要跟他 是 你不是說顧千玄 回心轉音原因跟我了嗎 人呢 開門 放我出去 我們顧總說了 你自己犯下的惡果自己藏 你 呦 有點姿色吧 這樣就陪哥幾個 好好開玩心 你做錯了 你要找的人不是我 我是大小姐 找的就是大小姐 我不是大小姐 我是冒充的 找了 那個人讓我們教訓他 就是冒充的 他 你們是我 找來的 不是我 是 你 哎 哈哈哈哈 哎 嘻哈 爬行審議的底細 傷害心仪的人 我一個都不會放過 是 大小姐出事了 怎么会这样 妈 大小姐都剩破鞋了 还追吗 不追她 跟她结婚 妈 娶个残话败流 这传说是多丢人啊 我怎么认识你这么个蠢儿子 越是这时候 越是没人要的 你的机会不就来了 人们已经把手术的股份 都卖给了第二题团 不然有钱 够 你要是娶上了大小姐 那么我们被靠到深海集团 那么在清晨 我们就可以很久走了 妈 我明白了 你现在就去求婚 哎 那个 订婚宴 订个三天之后 那天刚好是故事一准 双喜迷门 我要让不谦询 感受感受 什么是钓鱼地一般的绝望 哈哈哈哈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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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顾总 这沈一一和顾万群的订婚仪式 要在三年之后举行 你看 我看看 呢 这两人还真的是住别闭合了呀 就真的是同一天 哎对了 顾总您让我查的那个沈一啊 他确实不是首付监禁 我早就说过了吗 我才是真正的大小姐 好了别开玩笑了 嗯 啊 对呗 嘿嘿嘿 欣宜 三天之后 可能要上恶战要打 我怕 牵得到你 请你先离开清晨一段时间好吗 他该不会要到订婚宴上找郭万群和沈云算账吧 郭万群可是第2级章的总裁 他自己一路人去会受欺负的 我得叫周云一起去给他撑揚 你放心 我忙完之后就把你接回来 我不会像刘云凯那样抛弃你 我让他放心 我还是先讲到答应好了 好 你好 来来 谢谢 谢谢您参加我们家人 那么回念啊 哦呦 这可不是我们顾家的那只上家犬吗 哈哈 怎么有空不跑过来丢人现眼呢 今天可是我和弟弟的大婚 我当然得来送点大婚 顾千玄 别装了 你一个过气总裁 哪来的天来礼物啊 啊 怕不是求你那个养畜生的老婆给的吗 哈哈哈哈 万群你就别耻笑你哥了 他老婆和你老婆能比吗 哼 我们一夜啊 可是手臂的布小姐背靠着沈海集团 他说等婚礼结束之后 就让沈老爷给我们家万群几个项目做做 是吧 一 啊 是 我已经跟我爸说过了 然后我爸把北交之手可热的那块地给忘记 北交那个项目 我听说很多人抢过脑袋都会抢不到 有岳父带人帮忙 这个项目一定是广场 谢老婆 顾千玄 你看到没有 这就是差距啊 你确定能拿下这个字啊 冒牌货 你确定能拿下那块项目 冒牌货 你在胡说什么 我才是首富千金 水C1才是冒牌货 我看你啊 就是嫉妒 你嫉妒我们万群 成了首富的女婿 而你只能守着那个养畜生的贱女人 哈哈哈哈 顾千玄 你要是再敢诋毁一夜 沈海集团不会放过你 我看 我会放过的是你的 你取了一个打着首富千金的名号 到处变前的私生 他想拿下沈海集团的笑 他怎么知道这些事的 不信 给他看看 找的就是大小姐 我不是大小姐 我是冒充的 怎么我这个大理你们还喜欢 真是个假话 虽说我不喜欢郭万全 但我现在名誉尽毁 又想嫁了豪门 也只能跟他结婚 在这个结婚样上 我不能承认我是假的 老公你要相信我 这段录音是他们让混混逼我录的 企图离家我们的感情 好有个顾千金 你居然敢骗到我头上 我看你是不是想去见你妈 来人 把他给我吊起来打 又是 谁敢骗我老公 周元怎么会来这 怎么回来了 你真不是怕你被小人欺负 不得回来跑 我以为来了哪位大人 不就是那个喜欢冒充大小姐的嫂子吗 苏千玄 你要说的是她 别人来我的长子找回 顾万全 我看你是真的野虾吧 你身旁的沈依依 她才是冒充守护千亿 而我是大小姐本人 你怎么会来 你就忽不住她 你咋我 周元可以作证 周元 他不就是那个和你偷情的奸夫吗 他的话也 放 造谣我和大小姐 让你们顾家在清晨休假消失 顾家要完了 我好怕呀 周元 我们万全 可是沈家的姑娘 你敢和他叫板 我看该消失人是你 沈依依 如果你现在说出实情 我可以不再追求 但是如果你不说 那就是与我神海其他问题 但是如果你不说 那就是与我神海其他问题 说话 让我现在说出事实 不就是逼顾万全打死我吗 既然你们不顾我的生死 也就别怪我心狠手辣了 沈依依 你好想清楚 就是这两个贱人 他们打着我的名号到处招摇撞骗 作为总 现在 还想来破坏我的婚礼 说什么鬼话 你不就是个三房的私生女吗 怎么不敢认 是你 真是你叫的 明明你才是毛孔 现在还反过来污蔑我 来人啊 给我把他们带出去 拔掉他们的舌根 看他们还怎么胡说八道 动手啊 蠢货 别耽误我的婚礼 谁吃了雄心包子的 敢害我的女儿 谁吃了雄心包子的 敢害我的女儿 老爷 你来了 天啊 我竟然在这里见到了清晨首夫 听说沈首夫很疼自己的女儿 顾万寻要是带上了沈家的女婿 下半辈子想不尽的龙华富贵 完蛋了 大伯来了 我冒充堂姐的事藏不住了 沈首夫怎么会来这 莫非假冒大小姐的事惊动了她 你怎么来了 我要不来 怎么知道我关于被欺负的这么狠 岳父大人 您来的正好 就是这帮人 一再污蔑依依 说她冒充你女儿 别瞎叫你谁啊 我是你女婿啊 故事集团的词 您承诺将北交那个项目给我 怎么叫这玩意 呸呸呸 这是我老公 呸呸呸 这是我老公 你认识大人 您您看错了吧 沈星怡她出身低位 满口胡言 之前沈海集团 还出公告诚勤过 她怎么可能是您女儿呢 您女儿在这 拿开你的葬首 那你说我老眼昏花了 不不不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怕您被沈星怡她给蒙蔽了 一 帮我说句话啊 是啊沈老爷 万群啊 也是关心依依 她是怕您的宝宝女儿受委屈的 都是这个贱女人倒的鬼 她带人倒混婚礼 才抹黑我们依依的身份 你觉得有顾家这两条狗 妈是想着大小姐吗 敢对大小姐一起 你已经长嘴 啊 沈英 大伯 告诉他们 你究竟是谁 我不是沈家的首富千姐 我是沈家三房的圣女 过去两年 我纵容你冒用沈家大小姐的身份 你却在外横行霸道 写信让欣怡失去清白 从今的开始 我不会再顾欣你了 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 她沈欣怡 就是我唯一的女儿 沈海集团的大小姐 姐 你真的是说富千姐 我说过 我跟你说的每一个字都是真的 你敢冒开我 你要骗我 你这个贱货 你竟然敢冒出大小姐 他想嫁给我们国家来 你造梦吧 你屡叫不敢 沈家已经容不下你了 把沈欣怡赶出沈家 永远不得踏入 亲情颁补 是 三伯 我知道错了 你饶了我吧 老子今日何必当初 来人 把她带走 凭什么我就得敌人一刀 受尽灵图 而她沈欣怡就永远是被别人捧在 手心的宫主 我得不到的 你也别想得到 别过来 偷套 我就让她死在你们面前 再过来我就让她死在你们面前 放开我女儿 沈欣 放开她 什么时间我答应你 神经 我横竖都是一死 我就是想拉个垫背的 放 放她 沈欣 你不想找个垫背的吗 我换她 我信你去死 不是 沈欣你放了 我会劝服我吧 让她烧毁成衣 你以为我还会信你吗 沈欣别冲动 刚才我的话你考虑怎么样 我同意了 数都是一死 过来换人们 我 你没事吧 我 你没事吧 小官 我报告你 你谁报告你 西姨 把她送到京军去 岳飞 岳飞 沈斗 这一件都是沈依依那个贱人做的 可我没有办法情况一些 求您 不要怪罪我啊 你是怕顾家犯事 你跟着跟鸡子似 顾欣徐 你是狗娘养的别瞎得业 你以为你娶了大小姐怎么样啊 顾家的产业也交不到你手上 你以为你娶了大小姐怎么样啊 顾家的产业也交不到你手上 就是 顾群群 我们顾氏所爱的股东 我把手上的股票卖给了地药集团 那天刚好是交接的日子 假设 顾氏集团从今后 再也不会是顾了 顾家 我还是什么 顾天学 我不要自以为是 我们是把股本卖给了地药集团总裁 他可是商业天才 怎么会是你这个储货 又是顾 搞了半天 原来他不是地药集团的总裁啊 那谁是呢 你这个梅子要的一孩子 上你命好 盘上的手服这个高枕 顾家没了 你好好在家臭大小姐吧 别再出来抛头露面了 他们叫我在家相亲教子 大小姐你怎么看 故事都没了你还在这开玩笑 有我在故事不会忘了 你们好好看看 地药集团收购故事集团股份的合同 是谁的前纪 他竟然是 地药集团 地药集团的总裁 原来是你 希 原来我之前都一直隐瞒 我怕太早暴露的话 会影响我的故事股份收购 果然是这样 这一切 原来都是你特意的 莉莉 这合同上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 难道你是想违约是吗 那也不是不可以 只要你把卖出股份的钱交 怎么 被你挥霍了 还有 故事公 这里面是你们近十年来 青春故事公款的证据 这些 够判你们几 不 此理爬外的东西 关到死都不为过 我儿子 大哥 我说了 要你放过我 这一些 都是我妈做的 和我没关系 你要拽就拽拽拽拽拽拽 你是个做的 我打死你 把他们带 依法承证 大哥大哥 大哥帮我大哥 谢姨 原谅我之前一直都没跟你说实话 也不愿意相信 你就是手朴前 之前我们只是七月夫妻 现在 你愿意做我真正的起伏 我愿意 沈总 你愿意把心仪 交给我 如果是以前 我不会讨厌 但在干传 我看到你拼了命保护心意 我就决定 不管你是什么身份 我都愿意把女儿 托付给你 我愿意 我愿意让你拼了 我不会翻过你的 我 我 你 你